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Node.js,是消息服务器开发 那这节课呢,我们开始这一系列课程的第16讲 那么在上一讲里面呢,我们主要介绍了这个MQTT这样一个协议 然后它到底能做什么和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开始说一下这个MQTT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个大件 在上几课里面的话,我们已经知道MQTT它本身呢,是一个协议 那我们就要使用它的话,我们需要有对应的一些酷或者说什么程序来实现这些协议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够使用它 那我们这个MQTT的服务器,也就是它的一个实现 在Lode里面的话,我们采用了这个MQTT的一个代理的话,其实叫Mosca 然后它呢,是什么呢?看一下 Mosca其实是一个MQTT的一个代理 其实说代理的话,也就是它的一个saver 因为我们这个MQTT它这个协议的话,它其实是发不订阅这种模式的 所以呢,它需要中间有一个代理商来帮助我们做这个转发 那这个,所以这个服务器呢,我也是称为MQTT的一个代理 那Mosca它既然是一个MQTT的一个代理 这就意味着它什么呢?它实现了这样一个MQTT的一个协议 好,所以用它的话,我们就可以在Lode上直接运行起来这个MQTT的一个saver 好,这个呢就是Mosca 然后它的官网呢,在这里,其实在上节课我们已经简单的看过这个官网了 然后如何使用它呢?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安装的话就是说通过MPM install 然后Mosca就可以了 好,第四个呢是一个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什么呢?就说,虽然这个MQTT呢,它是一个代理 但是它本身不具备这个集群的一个功能 那如果想要扩展它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借助第三方的一些酷来做 所以说要做持久化的话,我们就需要借助其他一些东西才能够做得到 那这个东西,这些东西有哪些呢? 比如说什么Radis,Mogodb,RapeteMcode和ZeroMcode这些东西等等 其实这些东西既有这个缓存,也有数据库,还有这个消息队列 那这些东西和MQTT结合在一起的话 就可以做出很强大的这样一个服务端 好,这个呢是关于MQTT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还是通过实际的代码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MQTT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个大件 好,在这里呢我们就新建一个项目就叫MQTTDemo吧 然后的话,那第一步我们肯定是要创建一个Saver 当然,我们如果为了让它显得更正式一点的话 我们还可以,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还可以创建一个项目,Elite-F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强制生成一个Pancage.json这样一个文件 好,这个等它 好,生成好了 这个它已经有了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不用去管它 好,我们看这个Saver 既然要用到这样一个load的一个cool 让我们很明显要做什么事情呢? 安装 那这个这条命令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我就不再多说 将我们这个MOSCAR安装在本地来 然后呢把它的这个Eline写住到我们这个Pancage Pancage这个文件里面去 好,这儿呢我们还是老婆出去 来写这样一个程序 来写这样一个程序 既然我们要使用它的话 那我们很明显 首先第一个 就要先把它Requell进来 好 我们看第二个 在Requell进来的时候我们 要选择一个什么东西呢? 也就是一个持久化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怎么 选择什么方式来做持久化 当然这个步骤我们先忽略 我们先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来试试它能不能启动 它能不能启动 作为一个Saver的话 我们很明显它需要提供一个 对外的一个访问入口 好 所以我给它指定一个端口 什么呢? 配置 我们看这边有没有成功 挺慢的 好 这儿呢 我们把这个Saver 也给创建起来 叫什么呢? 创建Saver 这里其实要跟的就是我们这个Sitting 然后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这样会做什么事情呢? 这里有一个回调函数 其实一般来说这个回调函数 都是不处理的 好 通过这样的一个代码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Saver出来 看一下 这边还没有完成 比较慢 好 我们接着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可见 其实在创建Saver完之后 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处理什么东西呢? 还是来通过它的一个事件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这个在我们之前的这个Webim 这样一个项目里面 其实也了解到了 不 不管是WebSocket 还是SocketIO 它内部的一个交互的话 很多时候都依赖于这个事件 其实这个呢 也是在lode里面 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 那其实这个Moscow呢 其实它也不例外 它呢也提供了很多的事件 给我们来使用 比如说我们 Ready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服务端准备完成好 准备好了之后 那么就会触发Ready 这样一个事件 那么很明显 Error就是服务端发生错误的时候 就会触发 然后这个Publish 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Moscow它是基于 发布订阅这样一个模式的 所以呢 当客户端有消息 发布过来的时候 这个服务端呢 要进行一个转发 那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转发成功之后 那么就会触发 我们的这个Publish 这样一个事件 所以说就说明它已经转发了 然后既然是发布订阅 那很明显 我们还有 就是说有人来订阅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发送事件 然后既然要有订阅 那么很明显也就有取消订阅 那这两个作为一组 也是必然的 所以呢 我们就有一个Unsubscribed 当然 客户端既然可以连接 那么也可以 关闭连接 那这两个的话 其实就是 Connected和Disconnected 所以这个呢 是客户端相关的一个两个事件 然后这两个的话 这三个其实都会在客户端 进行对应的一个操作之后 或者在一个对应的状态之后 进行一个触发 那我们需要关注的 就是这一些事件 当然这些事件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在这个代码里面 更容易体会 看一下 这边还没装完 比较慢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这几个事件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这儿就需要来做监听 那我们什么时候该打印出 我们这个服务是可用的呢 其实是在这个Ready 这样一个事件里面去做这个处理 这个事件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就需要 打印出什么呢 或者叫做MQTT Saver 打体的准备好了 看一下安装 好 好 这儿出错了 这里其实这个安装有可能出错 我们没事儿 重新再安装一次就好了 这边的话 其实由于网络的一个原因 这个安装有点不稳定 其实我们可以改一下它的这些地址 来进行一些一个安装 当然这儿我们还是只能等 好 我们接着把代码先实现一下 好既然有Ready 那我们还需要怎么来做呢 处理我们的这样一个异常 要不然的话 当这边发生异常 直接就死掉了 那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错误信息也给打出来 好先说明它是错误 然后呢把我们这个错误对象给打出来 好 啊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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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一组的话 我们还要最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客户端连接于 关闭连接的这一种 事件 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在服务端做转发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记录到底是 到底客户端有没有连接 或者说技术 这些都需要在这个事件里面去执行 所以呢 我们这就是说 客户端连接成功之后出发 这个事件的话 其实意义也比较明确 connected 好 这connected的话 其实 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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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每一个connected 它有一个connected id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connected.id来获取到 我们的这样一个connected id 好 那对应的 我们就会有就是 客户断 断开 很明显这两个事件是对立的 connected connected 这里也会提到是哪一个客户 客户断开了这样一个链接 看一下这边已经出现了 说明我们这次好像安装成功了 OK 既然安装成功了 我们明显启动一下server试试 注意看 当我们在启动这个server的时候 它会报一个报错 说我们这个组件没找到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的办法有两种 建议说要不说我们就把这个给删掉 重新来安装一次 因为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安装的时候出问题了 导致了它缺少一些东西 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重新安装一次 当然第二种的话就说它缺什么 我们就直接去安装什么 这样也是一种做法 好我们回到这边的这个程序 除了这几个 除了这两个服务端本身的 一些应该的事件和这个客户端 连接相关的一个事件之后 我们还会有三个事件 就是什么呢 发布 订阅 取消订阅 当然我们没有取消发布这样一个概念了 因为发布出去就已经成为定局 所以它不存在一个取消发布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发布的话就是public的 发布好了之后 发布数据 好 注意了 这个地方发布的话 它的这个参数 其实它这两个回调的一个参数是两个 第一个呢是发布的一个内容 第二个呢才是我们connect connect connect.id 发布利息的data 那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真正的一个data了 那订阅的话其实也比较像 好 订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 订阅的话其实它是跟主题有关的 我们发布订阅 其实相当于就是说订阅一个k 所以说以后只要是针对这个k的一个消息都往我这里发 其实这个地方有点像我们在之前讲到的这个群组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订阅这个k的话就是说我加入这样一个群组 然后当这个k也就是这个群组收到消息的时候就推送到推送给我 所以这个呢其实是类似的这样一个操作 好 当然取消订阅也是类似的 我们就直接写这儿了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幅端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跑起来 这边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再试一次 看居然还是提示这样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不好处理了 我们直接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它既然说缺少这样一个模块 那我们就直接安装一下这个模块 这个时候只能等它处理好 当然我们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其他有没有什么原因导致它可能会安装失败 我们看这些node这些版本和npm这些版本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安装有点实在是太慢了 好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服务端程序的一个处理 其实看一下这个服务端和我们这个webim的这样一个sible端 其实都是比较像的 主要就是说对于一些事件的一些处理 好 看一下有没有装成功 这边好像又提示有错误了 我们再试试 如果这边还是有问题 我们就 哦 又看 看一下它其实已经换了一个裤了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下来慢慢的去装它 因为这个呢装这个裤比较费时间 所以这呢我们就 不再继续了 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就先到这里 关于这个装的话我们就下来自己去装 然后在下节课的话我们就来解析一下这样一个协议 然后我们就下集课再见 那我们就下集课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